其实女上位最容易能够达到女人的G点 就是达到一个高潮的体位 因此呢就是不好好善于这个体位啊 实在是就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然而呢一般对于女人这个上位的印象 都是要女生这个自己在上面 然后呢靠自己的力量仿佛是在练这个深蹲 那姐只能说你实在是这个太单纯了 因为就是说女人就是女人位最大的优势呢 是能够让姑娘占据一个绝对的主动 然后反攻男生 同时呢男生也可以体验一下就是被上的感觉 面前就是我们展现出来的这个就是啊 感觉啊晃呀晃呀的这个感觉 但是女上位就是女的在上面就行了吗 其实呢女上位也是有技巧的 其中呢女上位到底是哪发力啊 就是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技巧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 因为俗话说会发力者得性爱得天下 发力者能够主动控制一个性爱的角度 节奏还有这个时长啊 通过力度和速度的这样的变化 进一步探寻自己的身体 然后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愉悦的一个这样的模式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几个这样的模式啊 就说在传统的观点里呢 大家总是习惯性的让男性去承担这样一个发力的角色 担任性爱的主导者 即使采用女上位的姿势啊 也有很多的女生 就是也有很多的女生 因为不知道如何发力啊 骑上了她的身体 却只是一个换了个面 被继续上而已 事上的话 没有哪一个女生的高潮 是靠这个死与躺啊 得来的 想要说新鲜 然后愉悦 制造永不可得的欲望 那就必须要摆脱被动的一个性爱的局面 所以呢 动起来 然后获得征服感的同时呢 也给对方展现 展现出不一样的这样的姿态 那女上位的时候呢 女生该怎么去动呢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 蹲起发力 蹲起发力呢 是采用上下这样运动的一个方式 可以用蹲姿和跪姿 两种姿势进行发力 那跪姿前倾啊 主要就是女性的这个小腿 然后跪在床上 或者是男生的身上 然后身体呢 向前倾 以小腿的位置 然后作为支撑点 然后利用大腿的力量 然后上下的这样的弹跳 那在此过程中呢 可以用眼神啊 去挑逗对方 并跟对方有这个扶摸呀 还有亲吻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跪姿后倾是什么意思呢 双手的话放在床上 或者是男生的身上 然后身体的向后倒 然后使得整个人的重心后移 然后以双手作为这个着力点 然后小腿和大腿一起发力 然后不断的这样抬起 然后坐下 然后的话再讲一下这个 就是蹲姿开腿啊 以小便的姿势蹲下 然后脚呢踩在床上 大腿和小腿呀 同时发力 用上下蹲起的方式 然后进行发力 再讲一下这个蹲姿避腿 和这个蹲姿开腿不同的时候 蹲姿避腿的双腿的话是避拢的 然后两只脚的话 以内八字的这个姿势踩在床上 同样呢 用大小脚一起发力 然后采用这个上下蹲起的这样的方式 那蹲起发力时呢 特别要这个注意幅度啊 确保难气的话 是一直是在身体里 否则的话 你如果说再次蹲下蹲时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难气的海绵体给做坏哦 再讲第二个就是 轻腿发力啊 轻腿发力 先讲这个养轻腿 两只脚的话是踩在前面啊 双手在后面做支撑 身体半选在空中 利用双手的力量 然后前后推 使整个身体的话 就像这个摇篮一样 然后晃来晃去 养轻腿的前后运动呢 可以进入一个心的角度 同时呢 可以调动 咱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发力 然后加速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 虽然说呢有点累 但会使得身体部位 会更加的敏感 好 再讲一下这个贵勤腿 贵勤腿的话 可以用于后入式 男生呢 就是定住 然后女性呢 从后方向前进 推就是前方推进 用手和脚一起发力 不用这个腰腹 身体不断的前后推送 就是说像钟摆一样 然后撞击对方 也可以让男生呢 坐在椅子上 女生呢 坐在这个男生的身上 然后在半悬空状态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 采用这个贵清退姿势 第三个就是摇摆发力 摇摆发力是前后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采用归姿啊 或者是蹲姿啊 然后腿部支撑 运用腰腹的力量 然后进行这样 前后的一个摆动 然后第四点 就是扭动发力 扭动发力的话 是运用腰腹力量 进行360度这个旋转运动 可以采用顺时针 然后和逆时针 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式 然后搭配圈术 扭动发力呢 可以充分照顾到 整个圈的位置 能够帮助到我们找到 就是最舒服的 这样的一个点 也能够给这一点分布在 就是整个圈的人呢 带来一个更大的 更强的一个快感 好 接着讲第五点啊 第五点叫蠕动发力 蠕动发力的话 相对于摇摆发力 幅度要更小 发力时呢 臀部紧贴着男性身体 然后固定住接触点 指就是只用腰部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第六个的话 就是挺屑发力 挺屑发力 采用后仰的姿势 然后双手支撑在 男生的一个大腿 然后手脚作为支撑点 只用腰腹的力量 然后做这样一个 抬起和放下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 把臀部当作一个弹弹球 不断的在弹对方的一个下体 注意好 与这个养倾退发力方式的区别 养倾退时双手的支撑点 要更为这个靠后 并且养倾退时利用双手发力 做前后挺松 而这个挺屑运动啊 双手只是作为支撑 让腰腹发力 运用臀部 然后去就是谈对方的一个下体 好 我们讲第七点 叫电臀发力 电臀发力 就是对个体的灵活程度要求比较高 它是通过臀部的一个连续快速的撞击 然后来进行这个性爱运动 出使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无法就是达到一个电臀的要求 这需要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的这样的去练习 因为练习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站在墙边 站在墙边 离墙有十厘米左右的这样距离 站立时确保身体保持一条直线 只有臀部啊 这样来回进行撞墙的一个运动 不断加快撞击的速度 然后这样反复反复的练习 那为保证练习的质量呢 大家呢可以对着这个镜子一起 镜子来练习 不断的调整和纠正动作 那也可以加入这个 西墨实验室的一个会员群 那在会员群呢 可以进行打卡 然后不断的督促自己 发力并不是单纯机械的进行性爱运动 而是把握主导权 把发力与这个调情方式啊 还有性爱节奏啊 以及性爱的动作结合起来 然后来场真正就是有自己 就是控制的一个完美的性爱 然后大家都在进行发力时呢 可以充分与各类调情的方法 然后结合起来 不断的变换 多方位展现性魅力 然后点燃性爱的一个气氛 发力时的性爱节奏呢 并不是越快越好 而是采取九浅一身的这样一个节奏吧 深深浅浅 然后互相结合 使得欲望能够成一条波浪线啊 来不断的上升 然后呢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峰值 就是说性爱动作呀 也不是说越猛越好 要就是多多变换 要就是琢磨不透 不断的给对方制造一个神秘的感觉 这样的话会更富有激情